嗨,这里是环球旅游资讯 你吃过日本的梅干吗? 日本饭桌上随处可见梅干 比如梅干饭团,梅干泡菜等 它是日本最普通,却也最受喜爱的食物 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化梅 日本的梅干更像榨菜,萝卜干之类的小菜 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 当时中国处于唐朝时期 浅唐使将梅自传到了日本 结果得了绝症 药食无一的天王居然被梅干海带汤炙好了病 从此,梅干便在日本流传开来 并逐渐成为当地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 梅干最大的特点是咸 刚成熟的梅子需要放在盐水里腌制 待梅汁出尽后将梅子放在太阳下暴晒 然后将暴晒后的梅子重新放入盐水中 之后再暴晒,直到盐水用尽为止 这样的梅干含盐量高达30% 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下饭利器 不过随着清淡饮食的推广 日本也出现了含盐量较低的调味梅干 你还知道日本有哪些特色美食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